彭选妇不聊被粉丝悄悄盯上 包子今天带来电影《关注者》 腾田打扮精致 参加了闺蜜组织的聚会 但他呀什么也不吃 只顾拿着手机在一旁拍照 这咔一张那咔一张 闺蜜和他说话也完全不理会 看到网球场有人 他屁颠屁颠地跑得过去 一副缠媚的样子 还以为他是对帅哥有意思 没想到只是想拍他的手表和鞋子 出来后又对着豪车拍个不停 接着在社交网站上 腾田就开始装白富美 还说自己的男友是富二代 参加完聚会之后呀 他都会将租来的衣服包包和鞋子退掉 看来他是名媛团的主力成员啊 在精致的包装下 腾田成为了一个活在社交软件中的白富美 每天看到发布的照片被人称赞 他就会非常高兴 但实际上呢 他只是一家印刷店的小员工 一个月的薪水紧紧只勾扬活自己 于是啊 伪装白富美也得精打细算 他做美甲只做一只手 发动态说自己在泡温泉 其实也只是穿了件浴袍而已 转身就吃起了泡面 为了让人气再长眼 他参加了一个投票活动 和一个叫小百合的网红 票数遥遥领先 不过腾田发现 有一个新来的粉丝很用心啊 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宣传网页 心中还有些窃喜呢 原来自己的魅力是这么大呀 这天在下班的路上 中式粉丝给腾田留言说 小百合晒了一个最新款的包包 腾田瞬间被激起了胜负欲 直接去店里分期买了一款 更大牌的包包 放在了社交软件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中式粉丝一直告诉腾田 哪里有大型活动可以参加 不断让他看起来 更像是白富美 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可没过多久啊 腾田就发现 小百合的粉丝 居然超过了八万 而自己的粉丝 不过才七万多 这让腾田坐不住了 好在 中式粉丝呢 一直鼓励着他 在腾田表达了 对小百合的不满之后 中式粉丝 发送了一个 意味深长的微笑表情 下班后 腾田发了一条动态说 自己和男友在游泳池边吃晚餐 可实际上 却是在拉面馆 大口吃面 大口喝酒 就在此时呢 中式粉丝发来了一条私信 告诉他 女孩子喝啤酒 是会长胖的哦 腾田惊了 难道自己被识破了 可看了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同事告诉他 有个叫小百合的网红死了 腾田吓了一跳 怎么事情发生的这么突然 一看报道 发现他是被人推进铁轨 被火车撞死的 这让腾田想起了 中式粉丝 给他发送的那个微笑 就在此时 店里的传真机突然响了 腾田一看 打印出来的 正是小百合 被推进轨道里的照片 这第一视角 不用猜了 铁钉是凶手拍摄的呀 难道真的和粉丝有关系 腾田吓得赶紧 拉黑了中式粉丝 可他无论怎么点 都没有反应 腾田看着他的头像 越发觉的眼熟啊 这双红色的高跟鞋 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不就是 闺蜜常穿的那双吗 他赶紧找到闺蜜 闺蜜却说 他啥也没做 然后开始嘲笑腾田 在社交软件上的伪装 面对闺蜜的冷嘲热讽 腾田一言不发 然而 当他走到楼下时 闺蜜突然从天而降摔死了 这副样子 把他吓得是不轻 他也明白了 这个背后粉丝 有通天的本领 从那以后 腾田变得是疯疯癫癫 愈发地觉得 自己就是个白富美 一直去高档餐厅吃饭 把信用卡都给刷爆了 在和服务员的争吵中 腾田打翻桌上的汤 弄脏了裙子 中时粉丝发私信给他说 裙子脏了 就不好看了 他就立马 跑进了一家高档女装店 像在自己家似的 穿起裙子 就跑了出来 此时 中时粉丝又说 这么好看的裙子 当然要配好看的手势了 于是 他看到手势就强 一边跑一边带 就在过马路的时候 一辆汽车撞向了他 腾田还保留着一点力气 但他还是着了魔似的 爬向了掉落的手势 围观的人们 没有对他施予援手 而是拿起手机围观他 将他滑稽的样子 都拍下来 腾田没有放弃 依然挣扎着 朝地上的戒指爬去 拿到了戒指后 他右手 比着拍照的样子 拍完一张照片后 就断了气 脸上还带着微笑 而赵氏车辆里的人 似乎在欣赏着 这一场表演 在看到腾田断气之后 他默默取消了 对腾田的关注 今天的故事 让我想到了 最近热度特别高的 名媛拼拼团 他们回装城名媛 15个人 一人200块钱 拼着魔都的 顶级高档酒店 就为了进入酒店 拍张照 发到社交网站上炫富 就连一条 二手的大牌丝袜 都可以几个姐妹 拼着用 维持社交网站上的形象 成为了他们的使命 要是像腾田那样 当网红 当的忘记了 自己是谁 时刻都想着维护 网上